第3 正眼睛大理韓世界 2022年1月底曝光的徐州鐵鏈女事件 在全世界引發高度的關注 2月10日前媒體人士趙蘭健專程去到雲南 在勞江的福公園用了近一個月的時間 探訪被拐賣人口的家庭 期間找到小花梅的舅舅 在趙蘭健獲得的第一手視頻資料裏 裏面小花梅的舅舅親口否認了徐州鐵鏈女就是小花梅 這段視頻之後在網絡上講為流傳 趙蘭健8月4日對《大紀元》表示 自己是鐵鏈女事件中唯一對外公布視頻證據的採訪者和次友人 也是這件案的現場證人 趙蘭健說他曾在3月30日將採訪錄製的小花梅舅舅 否認鐵鏈女就是小花梅的視頻 以舉報信名義遞交了給中共公安部最高檢江蘇省公安廳 江蘇省公安廳、江蘇省檢察院、徐州市公安局 但是都沒有收到回應 因為先後接受海外媒體的採訪 並且在自媒體新浪微博發布了採訪小花梅舅舅的視頻 以及向官方提交了視頻舉報 趙蘭健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根據趙蘭健的指述 雲南、江蘇、趙蘭健家所在的北京 還有臨時住所所在地河北 以及戶籍地吉林省 一共五個省市的公安、國安、居委等人員 先後加入了對他的打壓 又打電話要求他收口 到長時間的審訊和恐嚇 趙蘭健提到4月15日 他被河北省一群員警 和跨省辦案的江蘇徐州三名刑事員警 帶到公安局審訊 5月10日 他再遭到河北省員警和國安扣察、審訊 期間被搶走了手機 並且被破解了密碼 盜取了他的個人資料 具體的情況我們下面再和大家說下 5月上旬 河北朗方住地的居委會 防疫部門、公安國保 多次致電趙蘭健 以他沒有打新冠疫苗為理由 要求他必須離開當地 隨後趙蘭健就從國內輾轉逃到馬來西亞 7月抵達了美國 趙蘭健曾經是大陸多家媒體的主編、記者 從事民眾文化的採風、攝影 並報導社會問題 逃到去美國之後 最近看中國的記者就對他進行了採訪 他講述了有關鐵鏈女事件的驚人內幕 下面我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採訪的內容 記者問 是什麼動力令到你去雲南採訪小花媒的求求呢? 趙蘭健回答說 有幾個因素的 其一就是像我這個人一直是屬於半疫心理比較強的人 我從事記者行業十幾年的慣情裡 一直都在思想上、在採訪的題材上 和整個社會大的環境是有一些衝突的 那這些衝突呢?是因為有了微信之後 大家交流的途徑更變節了 就更容易通過一句話或者一個轉法 反映自己內心的想法 我在2022年的中國新年 就和幾個微信群裡的老朋友 有了一些價值觀上的衝突 比較嚴重 當然啦 也不是說個人利益的衝突 而是社會觀點的衝突 我當時也看到很多有關鐵鏈女這樣的視頻 內心的觸動比較大 我認為現代公民的最主要的一個動作 是在生活裡去踐行自己 那我就放棄了和其他網友的一些觀念上的衝突 就走進去生活當中了 決定去雲南的路綱 去尋找小花媒的求求 以及其他走私人口的家庭 我就要去見證這些東西 記者又問 你向官方提交視頻舉報之後 官方舉你做了些什麼呢? 趙蘭健說 我最早的時候 是將這些視頻發布到新浪微博上面的 由於我的新浪微博十幾年都沒用 粉絲量非常少 我認識很多大V和社會的一些名人 有文化界、演藝界的 我就將這些視頻轉給他們 私信轉給他們的 然後我就打電話給他們 但是就沒有人轉發了 在這個情況下 新浪又將我的視頻刪除了 刪除之後 有一些熱心的網友 就將這些視頻釋放到海外 尤其有一些海外媒體關注的時候 那就增加了這個視頻的瀏覽量和可信度 但是在這個時候 我也遭受到一些遠景還有國保的關照 甚至光蘇徐州的原景 不斷千里 還去到我的住地 做了一整天的詳細調查 只有徐州間這份原景的調查 是給了我一個手續 其他的有五、六次 都沒有給我任何的手續 也不允許我找律師 也不允許我對外釋放 那我接到電話就更多了 由雲南的路綱抵達北京沒幾天 我就已經接到多個省的遠景打來的關照電話 這些電話都是勒令禁止我不允許我去說 對自己的語言和自己的動作負責 說了很多恐嚇的話 記者問 你認為為什麼官方不承認鐵鏈女 是被拐走的四川女孩理刑呢? 趙南健說 因為我想這個如果是一個個案的話 可能官方就不會發布五次公布了 小花梅以鐵鏈女或者是理刑這個案件的背景 是中國江蘇徐州在80年代至今 都有的大量的拐賣人口 在當地被拐賣 過去它不是一個個案 它是一個普遍的 是當地所具有的一個黑暗的現象 根據官方的一些新聞媒體報道 1986年到1989年 僅僅幾年的時間 在徐州就發現了有48,500名被拐賣的婦女 這個應該就是當時公安人員 打擊拐賣人口統計出來的資料 是過去新聞發布的資料 它是一個長達幾十年的 一直都存在的黑暗產業鏈 是在90年代通過一些自媒體 一些零散的這些互聯網的資訊 發布出來的一些消息 當地有很多被拐賣的女人 他們想要逃離江蘇徐州這個黑暗的地方 從村莊往外逃 但是逃不出來 有一段時間 江蘇徐州當地 隔幾天就會有一具女屍出現 隔幾天就會有一個被拐賣的女人送命 甚至有一段時間 女屍太多了 將當地的一條河都已經堵塞了 所以這個小花梅也好 鐵鏈女也好 其他失蹤在這裡的女孩也好 它不是一個個案 而且不是一兩年 是持續了差不多三十多年 趙蘭劍說 原來是在互聯網上有零散的這些資訊存在 隨著鐵鏈女事件的發酵 那些資訊又被網友所統計出來 但是現在在互聯網上 也不一定找到這些資訊了 在2022年的23月份還有的 可能是有一些資訊已經被刪除了 就好像唐山的雷霆風暴一樣 最後體現出來的 並不是打擊犯罪分子 而是在網上消除一些傳言 或者是一些議論紛紛 那根據我的觀察 互聯網上有關鐵鏈女的一些資訊 被刪除的比較多 對徐州一帶 過去發生的那些女人失蹤逃命的命案 這些傳言在網上現在也找不到 趙蘭劍說 我曾經是在幾個尋找鐵鏈女 和小花梅這樣的網友群微信群裡面 這些群組差不多有至少10個 以前可能會更多 根據一些群主說 在3、4月份 他們差不多有20幾個這樣的群組 有一萬熱衷關心鐵鏈女的網友 在這個裡面做資訊互動 但是這些微信群在4、5月的時候 大部分已經被封殺了 現在可能還有幾個 大家在裡面也不再敢說話了 甚至有一些說到什麼理型啊 什麼鐵鏈女啊 只要一提到稍微敏感的詞 整個微信群的帳號就會被封殺 在2、3月份 是關注鐵鏈女最高潮的一個時間段 那個時候 互聯網的點擊率就達到幾百億了 中國才有十億人 那之後呢 這些資訊 在網上就逐漸被清洗了 記者又問 鐵鏈女現在在哪裡呢 你有沒有她的最新消息啊 趙蘭健說 應該在網上沒有最新的消息了 她被捉了進去精神病院 最後的一個資訊 是中央電視台為她透露出來的一些視頻資訊 當時鐵鏈女在呼喊 放我走啦放我走啦 這個網友也有見證 我也一直關心鐵鏈女的近況 我在4月份 徐州的3位刑警對我調查之後 我特意地詢問了鐵鏈女的情況 她究竟現在是有自由還是沒有自由呢 她的生命和健康又是怎樣呢 那3個刑警都以這個為保密的原因 說不能夠向我透露更多 但是我就猜想 可能還是在徐州的那個精神病院裡面 但是精神病院它是封閉的 究竟這個鐵鏈女在這個精神病院裡面 會發生什麼事 是全國網友都擔憂 也都在關注的 但是我們就一點辦法都沒有 你想想那個女網友去送花給鐵鏈女 都被拉進去關了8個月 一點聲音都沒有 這個就是一份遺憾啦 記者又問 你認為中共官方會公佈 和鐵鏈女有關的所有真相嗎 趙蘭健說 我認為很難咯 如果要是能夠公佈 官方就不會出現五份 文字相矛盾的結論啦 政府公佈 那如果最終鐵鏈女 會有一個真相出來的話 那就是大家的一種期盼 但是我也不一定看好 因為我撤身處地地去想 我進入路口所做的這些行為 去見小花媒的求求 經過了一個月的歷程 拿到的這些證據 我認為國家的政府部門 或者公安部門 如果要是有一點誠意的話 他們應該給我一些肯定 而不是去讓原警 或者國部去恐嚇我 去嚇苦我和禁止我啦 記者又問 可不可以說一下 造成中國大陸 眾多鐵鏈女現象的深層原因呢 趙蘭健說 我們這半年經歷了鐵鏈女 小花媒 唐生的四位抗暴女孩的新聞 好像這些事情 每一件事情 它都是觸痛了普通人的心 制度的邪惡導致的 我們的人 在當今這個社會上 善良的人 你無辦法去表達自己的善良 和關注 這一個是制度的問題 我們要重新去思考 所以這一個也是我在推特上 經常說的一句話 中國當下的社會 不是如何發展和一帶一路的問題 中國當下的社會 是它如何去重返人類社會的問題 好了今天的節目 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希望更多的朋友 能夠認清中共的邪惡 不要和邪惡的中共為誤 我們下次節目見